Hello 大家好 我是Lisa 我們今天來做氣炸蓮藕夾肉 準備了材料爐上 材料細節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把豬絞肉放入盆中加入薑泥 加入花椒水攪拌至豬肉把水分吸收 加入醬油、蠔油、香油、白胡椒粉以及無香粉 攪拌均勻 加入薑泥 我這個肉是跟上次的千層肉餅的肉一起醃的 盖上保鮮膜放入冰箱冷藏備用 要包之前再加入蔥花抓勻 我上次剛好買了切片蓮藕 浸泥 把醃好的肉平鋪在蓮藕上 再蓋上另外一片蓮藕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有两种做法 做法一 调一份面糊 将鸡蛋 面粉 盐 五香粉以及油混合 中间可以加一点水混合均匀 把莲藕夹肉粘上面糊放入气炸锅中 作词 李宗盛 加一些油360度F180度C气炸15分钟 15分钟后再翻面再气炸15分钟 这样做法一的莲藕夹肉就可以享用咯 做法二更简单以及健康 直接把莲藕夹肉放入气炸锅中 一样加一些油360度F180度C气炸15分钟 15分钟后再翻面再气炸15分钟即可 做法一比较湿润 做法二比较酥脆 大家可以挑自己喜欢的做法 最后撒上红椒粉 莲藕夹肉就可以享用咯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谢谢 完成片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